大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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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快给爷爷收点钱过来 这帐就要败了 哎哟 大孙子 大孙子 怎么快点 你都不一样 孙子 大孙子 你跪了 大孙子 你看清楚了 我是你爷爷 不是鬼 爷爷 真是你 我想死你了呢 大孙子 快给爷爷烧点军肺 啥军肺 爷爷我 现在在地骨灶上 可需要你钱 爷爷 你跟地骨灶滑 都怪这些英词小鬼 既然太深 快 这爷爷烧了你军队 十万将士呢 你跟地骨灶滑 卧槽 十万将士 爷爷 你现在这么牛逼啊 那你让我给你烧多少钱 你随便先烧个一百万亿 现在爷爷的战事要钱 我就先走了 那个 我给你留张地骨的身份证 你到时候烧钱的时候 把这地骨的身份证烧了 这钱爷爷自然就能收到 记住了啊 嗯 我神面æ给我争赞多 他可以雁夜呐 他们的后代啊 在这羊冀都是 零零eon 零 什么重渲神界的女战神 要变捅我 definitely 还有一个跟你一样 三个字的大书你总裁 把这片通通的给爷爷拿下 多生一些开孙的 你忙完了 赶紧 给我帮忙 还有这个名秘 最高是十一面子 千万别给老师说错了 听说没 走啊乖子 爷爷 爷 爷爷 不是说 我爷爷怎么可能在地图造 入口 原来是真的 我的好爷爷 你大孙子 已经加大马力给你烧纸钱了 你老在地府 一定要加油努力 放心 爷爷肯定会加油的 这不加油 老子就要魂飞扩散了 爷爷 你能听见 听得见 只要你叫我 就不听到 但就能随时见面 等爷爷抢到阴阳两屋的时候 不仅能随时见面 还能替点 必须堵车产 啊 这堵车产 那爷爷你赶紧去抢啊 不行 败了 败了 败孙子 我给你安排的那些老婆里 有一个叫宋子君子 他全家都被学岁禅时 已经快要到发作的边 只有黑白无常的拘魂潜灵 可破 现在呢 我就将此寿传于给你 你烧完纸钱 要俊开去宋家救下他全家 宋家老子 跟随我这地征战多年 咱不能让他们断了乡里 啊 好了爷 你放心吧 这事你就交给孙子 啊 爷爷 我准备好了 喂孙儿啊 这拘魂潜灵二术 已经传授给你 你手送的纸钱 一定要烧快点 这人间一天 礼服可就是一年 你停下来几秒 我这就断了好几个时辰 啊 爷 你放心吧 我这就给你加大火力 加大火力 收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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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烧完 我再给你拉车 别说 我去 你算了假的 这别说也太气派了 我的妈 你终于回来了 君呀 君 君这么听都不同意 今天就要把审明中心重罚 你以后怎么拒绝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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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 啊 啊 爹 他真是好救完了 你都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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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命啊 你都救我 我是你 爹 他誰 他們兩個這個大王 他們管你是誰 直接是我婚禮的東西 讓你爹人敢動大老子弄死你 你沒帶目標 不過我記住你了 老子給你那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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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熱得好 我幫你吸光一下 啊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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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不讓你說呢也是為你好 我宋家可不是普通家 如果昨天晚上的事情被洩漏 你該整個門市都被洩漏 哎哎哎哎 你幹什麼 哎呀宋小姐 你真的是誤會 昨天晚上那是情況緊急導致的 我我我肯定會對你 你對我 你知道我是誰的 我可是冰牌宋氏大小 接下掌管宋氏子 市值上來 你憑什麼握護 你有另一本事嗎 就憑我們已婚書 你是我未來的妻子 婚書 哦什麼婚書 哪呢 啊 送 全送 全 啊 知道了我們能婚書 你約對象 先說要送死去 女方你定人 這麼多 這 這是我們弄什麼 對 昨天晚上我來到你們家呢 一是為了救你們宋家 二呢就是為了跟你履行婚書 你叫夜上陽似的 我真沒想到 你居然是這種 昨天晚上那個黑衣人 也是你派來的 啊 你別以為沒有這種辦法 就能借我們宋家 我會動用我宋家全部市裡去查 你最好別讓我抓住你的豬絲馬跡 我一定會讓你付出財產 哎呀 宋小姐 你說你長這麼好看 腦子怎麼不好使呢 你真的是誤會我了 昨天晚上黑衣人入室 他是要欺負你 要不是我及時趕到救下了你 你就被 哎 聽我說啊 而且啊 我這次來到你們宋家 那真的是為了救你們宋家 和你履行婚約的 你還要老年 那你不幹嘛 你借他誰的名字 宋小姐 沒事了他不是你家長嗎 他是我派爺爺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好我問你他是怎麼給我 還有這上面亂七八糟的手指印是什麼 你就算偽造婚約 要注意一下整結吧 怎麼把這場給忘了 這不就是我爺爺的地址 真是真相的 這真是真相的 真是真相的 宋小姐你看 你太爺爺雖然已經過世了 那他不影響給我們兩個病婚了呀 哎呀 這上面這些手指印 他真不賴的 那都是你們宋家 列祖列宗的手指印 那說明我們的朋友們兩個 都會是 你 你就是個狗子 到現在了 你還在活言亂語 你不用讓我抱歉 你才幹嘛一碗 你現在馬上都活出我家 宋小姐 我知道你現在還不相信我 但是呢 我現在真的不能離開宋家 因為你們宋家是有大劫 而且只有我能救你們宋家 你 你還敢詛咒我跟宋家 啊 你給我等我 我現在就幫你抓你 爸 我已經快不行 之前我們也覺得是小感冒 但就在剛剛你也突然 頭頭黑血 接著就徹底昏迷過去 你趕緊過來吧 哎 啊 你看 是不是出事了 我已經 突然 口吐黑血 心都不明了 嗯 我知道 這依我看啊 老爺子這種情況 應該是斜碎入體太久 發作了 你趕緊帶我過去吧 什麼斜碎入體 你馬上說清楚 我一時半會兒和你解釋也不清楚 總之呢 就是你們家老爺子 年齡太大 體質太弱 這斜碎入體太久了 所以說第一個發作了 行了 你家老爺子充不了多久了 你趕緊再過去吧 走啊 哎呀 你們宋家不是南省最大的家族嗎 你還怕我騙人不可 好 宋家里面如果就改變 我這不是老爺 憶少陽 現在已經到我宋家主權了 你要是現在離開的話 還來得及 離開了 你為什麼 我是你宋家未來的姑姨 我 你也也就是 行 我再最後警告你 我宋家可不是什麼普通家族 這個屋子裡有我爸 我二叔 以及很壯的人 都在你 你騙我還有方 但如果你骗了他们 整个男生都没有你第一次 你叫十死无生 我说宋子杨 我叶少阳 既然今天来这儿 那就有一只宋家老爷子十足的房子 我不怕是 我爷爷都在地府里造反了 我还有什么好怕 根据我们推断的 宋老先生尊重确实为 老死王 我这还有救 以目前的医学来看 应该是没救 我把医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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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心 张老师 你能不能再学校办法 死老头 让你一直换我跟子军的事 现在你就乖乖赶在床上 能死吧 不许你要死 所有赵老师和子军的 但我要死 张医生 你看 也没什么办法 只要他救我宋老爷子 出多少钱我都愿意 张医生 这真不是钱的事 病人已经脑死亡 没救了 宋爷爷 你好好财啊 你真的好财啊 好了 伯弟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别这么难过 张伯山 我们现在一个怎么办 宋先生 是这样 老爷子现在确实已经是没救了 但他的状态会十分痛苦 还没有尊严 所以我这边建议您 可以考虑一下这老爷子 还饿死 还饿死 是 你给我发现 你还饿死了 你他妈的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啊 宋先生 别冷静一下 我只是给您一个建议 大哥 你冷静一下 你真的了吗 难道他不是你吗 大哥 我只说如果 如果战败以后 就真的就没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都是希望 你给他给你 你 黄妙 宋老爷子还有票 何日压乐死了 爷爷 子军 妈的 怎么是他 你怎么是谁啊 正是在这地方吗 我就是宋子军的婚约对象 你们宋家 我也来了 妈 你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先别说嘛 迟早要说的事情 而且我爷爷 已经跟你们宋家定起了婚约 这是必须要办的事情 姐姐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什么时候定了婚约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怎么跟你解释 总之 他说他能救爷爷 我就跟他过来了 胡闹 这么个不知道 你心里的人 你居然相信他 来 我那把公司叫 等一下 爸 在你打电话之前 他就则是夜出事了 你说什么 心情欲止 对 大哥 这就是这小子的诡计 不可信 他一定要是个什么特殊的渠道 今天知道老爷子病重 宋子军 你好歹是我宋家的千金 掌控着我宋家百姨集团的总裁 不要随便来个人 就把你耍的团团转 对啊 你千万别别的小子骗了 说不定 他就是有什么信息渠道 我是真是假 让我试试不掉 我人在这儿就 我 真的不救我爹 嗯 骂了屁 真正头就来啊 你知道 找到什么病吗 老死了 老死了 怎么治啊 哎 错了 老爷子不是能死 不是能死 那 是什么 老爷子是 邪 碎 入体 邪碎入体 什么 邪碎入体 对啊 没错 就是邪碎入体 不见是老爷子 你们整个宋子都已经被邪碎入 只不过宋老爷子年龄最大 一扛一托 对 丁 疯 你这是个疯的 邪碎入体这种话你都说了出来 宋子军 你是专程找了个疯子来到这儿了是吧 宋子军 你是专程找了个疯子来到这儿了是吧 二叔我没有 我问你 这世上哪来的邪罪 我 到底是我们宋家 全部都是邪孙受器 你的意思是 全部都不像我爸一样 一样 而且 你抵抗力 身体亏空的武力 我要没猜错的话 我应该就是这样 你敢证我 我没有证你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李婉 你千万不要动怒 你要动怒的话 你这个症状会提前的爆发 到时候我都不好救你 你说吗 你 我 还说吗 还说吗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的你不要动怒 要不然你的症状会提前的爆发 换 换错了吗 你 我冲你冷死了 不然的话 你再动怒 你这个症状再爆发 就不是脱口黑血这么简单了 都不好 会死人的 你是玄美中人 玄美 不是 你如果不是玄美中人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宋家全部被邪随入体了 宋家主 现在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只有我出手 才能救你们宋家 放你妈的屁 我不是误打误状宝 宋家主 千别评议他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邪罪 宋家主兔鞋 不过是碰巧罢了 张老师 你可过来说 是不是 没错 宋先生就是因为老爷的病重 导致的 这集火攻心 哪有什么邪罪 集火攻心 对 反正绝对不可能是你那邪罪入体 你不知道那是你见识浅薄 不代表没有 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那都是真的 而且 只有我出手 你们宋长才能得救 来人 这个小子 给我哭出去 我说你 你用了 小伙子 你真的能救我 王天 能 好 好 宋叔 谁也不能相信他呀 一个人 你谁都不清楚的人 咱们可能真的好 宋老爷子 是啊 宋家主 那你们有意志的办法 宋叔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 你不能让他治 如果让他治了 那就是对宋老爷子的母乳 这五爹 自己不答应 我送你来家去 还就让你其他同意 虽然我不知道 我爹因什么原因醒不过来 但是我知道 你爹的呼吸 现在还没有停 他的阴子 还在跳动 我爹 还有一线声音 对你的一线声音 你心里好 就算是背着 所谓的骂名 也要做 最后一步 叶少阳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救我天 一切自然 我来承担 你若能救好 之前所说的 和子俊的婚约 宋元号 立保 小子 你可要想清楚 我再回答 没错 小子 这里可是必须敢送家 不是菜市场 说话之前 你想清楚 我叶少阳 将来说一步 我说了 我们最后 就一定 董将军 多谢 好 你有种 今天 最好是 扫孩子就好 如果就不好 老婆 就把你脑袋拧下来 当球铁 那如果我就好呢 这是 啥和我打斗 张尚 你刚才说过 如果我就不好的话 要把我的脑袋 拧下来当球铁 那我如果没有 任何条件 去答应你的话 我几乎太亏了 你是第一个 敢跟我 张公司 这个说话的 好 今日 如果你能将送了 一个治好 要求你随便提 张公司 都答应你 是吗 那我怕张少到时候 给不起 放死了 张总是江南商会的 少当家 又是江南首次的独主 他怎么可能给起你 好 那张少 我问你 你家可有印刷厂 和焚烧厂 啊 我说印刷厂和焚烧厂 你家可有 如果能搞到印刷厂和焚烧厂 那爷爷以后的军费 可全都稳了 我张家产业 便不将来各好 什么名字啊 那好 我要你们张家 所有的印刷厂和焚烧厂 都可以 罗爷 如果你要能治好 宋子爷子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如果你要是治不好 那就别怪我啊 放心 只要我出事 一定治好 这 出之者不愿 老死往哪 这 这 小的 君子爷 四伞之 要尽死我 废话那么多呢 让开 看好了 如何救 也 别死 走 你怎么回家 谁都几乎人 怎么喝酒 血血血血血 你也敢告辞 是谁 碰到我的托惠作上 這不可能 老死亡還能救火 一定是你的高興路維 一個留意 跟我閉嘴 差一點 這麼差一點 老子就提醒你的掺言 給這老頭 孫雲 安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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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的主意明明就是 非非 還敢聽安樂死 信不信 我說話叫你安樂死 啊 我說話說 我不聽 從今天開始 滾出你海 我看到你 見你一次 大義一次 真是 我 滾 張少 好破例 大義滅親 這個廢話 一數不見 差點讓我給老爺的安樂死了 我被殺了 就仁慈了 嗯 對對對 仁慈 張少 你太仁慈了 那張少 我剛才所說的印刷廠和焚燒 張少 像您這樣的大人物 難道要賴賬人嗎 狗東西 說誰賴賬人 只要我 張無敵說了 就會給你 只是 只是我張家 那就不勞張少 孫雅 能不能麻煩您一件事情 幫我對待 把張家所有的印刷廠 焚燒廠 都轉入屋裡 沒問題 交給我吧 夜 小友啊 之前呢 是我 著急了一些 您看能不能也幫我繼續賤罪 唉呀 以後都是一家人 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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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不用送了 不用送了 夜上嚷小友 这次多亏了您出手救我们宋家 这是云海山庄假字号的别墅钥匙 也是我们宋家的一点心意 此外呢 同今日起 您就是我们宋家名正言顺的孤业 在冰海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们宋家 我们宋家一定会竭尽全力 宋家主 我还真有一事相求 请讲 我希望你们宋家帮我打理好印刷厂和焚烧厂 叶小友 您放心 我们一定办的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会帮你打理好的 不是要打理好 而是从现在开始 让印刷厂加班加点印刷明币 记住了 十亿明治 让焚烧厂24小时随时待命 准备焚烧明币 焚烧明币 走了 这 子军 这个叶小阳可不简单 他有可能是悬门中 虽然他今天拿的这个婚书有点差 但是以他今天的能力来看 是我们宋家 高看了 所以呢 你和他的婚事中 如果你喜欢 其他的你都不用考虑 爹会为你保家护航 好 爹 我会考虑一下的 他吩咐你的事 你就全力去做 无论你俩的婚事如何 叶小阳给我们宋家 都是有大案 此案不可不报 叶小阳 你要求的事情 我已经替你办好了 庄家名下 工具是三家印刷厂 与焚烧厂 以鱼金早全部转入您的名下 现如今已全部投入生产 预计今晚 生产的铭币生产线 就可扩张到三百条 每日产量可达到三千吨 三千吨 那市值是多少 按照十亿一张的面值来算的话 总市值预计在 八十三万万万亿 八十三万万万亿 我说这么多铭币 这么得把地区给干净网上 不不不想 不能都给爷少使家了 非想点办法 给我爷爷搞点别的东西 嗯 哎 宋小姐 你那能不能印刷大炮啊 印刷大炮 啊 对啊 就是那种能发射炮弹的大炮 嗯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行 那你多给我印点大炮 提前烧过去 我能问一下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大声子 大声子 爷爷 大声子 爷爷打败了皮膚 你快点上线 快点上线 好 我马上来 哎呃那个 宋小姐 抱歉啊 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等我们成亲了 我就跟你说 好吧 嗯 那我还有事情啊 我先挂了 拜拜 大声子 爷爷 我去 你太牛逼了 你直接把我拉入梦境空间了 你法力不要钱了 哈哈哈哈 当然不要钱了 爷爷击破了秦广皇 缴获了一娘俩意图 从此以后 咱爷俩就可以实时吐续了 真假爷爷 我靠 你太牛逼了 当然是真的了 秦广皇的四十万大军 被爷爷砍瓜切菜的 你也三十万呢 这奈何桥一百都是老子的 哈哈哈哈 真的 我也送给你 这次 我搅和了好多东西 统统都给你好 这个东西太多了 咱就先从这个 不动明龙就来 这可是 必在王头上 熟悉一下 你在阳间了 刚好就用这 阳间工法 对好了 好好好 我也太厉害了吧 才三分钟 不动明完正 完全掌握了 看来 自今日起 我就要踏上 凶险之中了 爷爷 您在阳间 努力将下超级的一件 孙子全我都给你打亮了 喂 叶少阳 第一批明币 总是值五千万 和你要的五千寸大炮 已经投入和招 上去 嗯 多谢 爷爷爷爷爷 回上线回上线 大兄姐 发生什么事了 爷爷 我给你烧点新式的武器装备 你快试试看 能不能用 武器装备 那也太好了 大三子 刚好爷爷 要攻打内河桥 这些武器装备 刚好能起到作用了 啊 对了 爷爷给你 介绍了那几个 婚姻对象 现在处理不走 唉 爷 你要不跟我说这事 我都给忘了 你给我签订的婚约 那是跟人家的列祖列宗签订的 杨先生跟着不认 什么 干妈的 不是 还有这事 我现在 就让他们偷偷 唉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呢 我去找宋子军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骂了吧 这跪着求我联姻的 这事情办不好 那也是他们 老子是给他们脸了 是吗 我这就去找他们的列祖列宫 问问这个事情 到底能不能办 爷爷等等 爷爷 爷爷等等 爷爷 哎呀 混账玩意 让你派你家村去 去找叶家庄的 叶小梁对线回音 你还把你摸起他 这熟玩意不知道 到底是谁指的 我们李家的崛起 他妈都就坏了你的东西了 你的娘子还是在摸摸起 爷 他爷爷要命啊 我没有摸起 我硬是让你推的呀 还得滑水 他妈是不是提醒了 对 他们屁股里 都对是不是 对对 我这就去推 我这就去推啊 好了 爷爷 你放心 我现在就出发去建立 人 建主 建主 我已经追查到了叶上阳的位置坐标 目前就在滨海郊区叶家村63号 好 现在就出发 是 我帮大家看看 是什么样的男人 配做我李若飞的 走 是 也不知道我爷爷那边战事怎么样 我烧那些大炮 对付阴兵阴神 也不弄弄 大孙子 大孙子 在吗 在吗 在在 哎呦 大孙子 你给我烧的这个猫瓣的酱油 简直太好喝了 爷爷 你爱喝就 最近战事怎么样 大孙子 你给我烧的那大炮 简直就是作战神器的 对付这些 一鸣小鬼 这一战 就是一大炮 这种大炮 你给我烧的 给我烧的 没问题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最新的奔兵阻战神器 叫做守雷 你手下的兵 哪是他 一个人 长好几十个 就这个 嗯 好使不 好使啊 爹 想不想知道 威力更大 还有比这威力更大的 有吗 脚 河 一把下去 砰 方圆十里 村草不上 好大孙子 就要这种 就要这种 快快快 现在就去给爷爷烧 可哩 爷爷 那你等着 我现在安排人 多给你烧点 河子 手来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店主 我去把他叫下来吧 此等穷乡屁也 不值得你落脚 无妨 既然已经来了 就上去看看吧 毕竟是爷爷交代的 走吧 喂 宋小姐 我跟你说那种活蛋能搞吗 这个吧 没什么技术难度 可以 嘿 好 那你现在就安排人下去 把所有的商业线 都给我搞这种活蛋 这事要是成了 我能让你们送点成为国内 第一大家伯 是吗 那好 我现在马上来去吧 啊 谁啊 你找人 你就是叶绍阳 我是叶绍阳 你是谁啊 朱雀神殿战神 李若薇 李若薇 那不是我的婚约对象吗 不理解吗 住口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做我家店主的婚约对象 我是李若薇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 让我爷爷突然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婚事 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 搞来了这么一份我太爷爷天顶的婚书 我来这就是想告诉你 这婚 我火了 你 你 有意见 你 没意见 我说你这个丫头 你什么 他还能有什么意见 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怎么敢跟尊贵的朱雀神殿战神相比 我知道 这对你而言是很大的打击 但你刚才也看吧 我随手就能操控焚烧万物的烈焰 这在你眼中就如超能力一般的事 对我来说 就像是喝水 吃饭一样寻常的事情 不仅如此 我还是上京四大家族里家的独女 拥有顶尖的绅士 广阔的未来 而你不过是一个乡野中的凡夫俗子 一辈子都被世俗中的车 房 生计所毁 我与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离开是你最好的选择 本来的 我还想着劝劝你 因为你跟我推婚这些人 会给你带来非常悲惨的后果 但现在你把我婚术给焚烧了 那我没话好说了 你还想 放肆 你一个凡俗老爷 难免敢威胁我家店主 谢谢你这微不足道的好意 退婚之事 乃我礼不为一人所愿 任何英国 净甲武申起 不许你多言 什么呢 怎么了 大小姐 这个是我朱雀神殿的战神物 作为悔婚的补偿 你拿着它 可以到我朱雀神殿 求我出手三次 好好珍惜这个心 这是你为数不多 清风可以甜蜜你的劲 天日之后 我不希望我的耳朵里 听见有关你我与婚之的 希望你能解析 若敢瞎传 我让你送一趟 清风 我们走 是 书雀神殿 趁神亮 秀灵 哪来的我 这帮恶人 没想到你们追到冰死了 什么这帮恶人居然敢偷袭过来 总是承烧四大神殿的怒火吧 四大神殿 坐进燕疆 即便此刻出兵 最后三日 三日 你们的火灰都被我们压了 大哥 这龚雀战神平时对门围追捷 极尽面试 今日不如我们把他抓了 让他成我们的下之农 二哥就换我赞同啊 我也想尝尝 冰去战神的味道 还等什么 动手吧 李若为这人随如下 那好歹也是我的宽佩对象 而且他在立足流通 正在跟我爷爷 在地府征战 可是于行于礼物 正好 我想试试我爷 给我的宽佩 你不断 这 哎呀 哈哈哈哈 大哥我抓住他了 我的无毒神仇 成了 成了 这个女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你被我脖子 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大哥 一起 咱们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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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人 居然敢管我们四大恶人的事 哈哈哈哈 四大恶人 谁给你们写的名字 这么土 和上 希望你不要自物 你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四条爬虫而已 他敢说让我不要自物 说什么 他妈我们是八重 我灭了你 哎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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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以一舉之力擊殺了四大多人 當中功聲造化 終身就下第一人 他們不是了嗎 什麼 爺爺 快上新關係 爺爺 你給雖然那個帝聖菩薩孤冬冥王咒 那太強了 爺爺 你這還有沒有什麼厲害的寶寶 你再給孫子行啊唄 我放身 哈哈哈哈 有是有 不過這得等等 寶寶打穿了這個內閣橋 入住了閻閣店 但是這個生死部和判斑筆 都給你 生死部 判斑筆 爺爺 你認真的嗎 當然是認真的 這生死部是管你們國人 咱們也就不上 好好好爺爺 咱到時候記得都給我 最多半年我就可以打穿那邊去 到時候人家也不餓 過去幾十時 我拿著都給你行 那也我再去跟你催催核彈 喂孫小姐 核彈都好了嗎 第一批已經速度完成了 半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投放核酸了 好吃的好吃的 加碼火力 你最快的速度粉燒 好 哎呦子女 哎呀你回來了 快快快 爸爺爺 你們怎麼還不睡啊 紫菊你回來了 之前 上門找你 之前分約的那個人 是叫葉少陽嗎 對嗎 是叫葉少陽 太好了太好了 你們發展的怎麼樣啊 連什麼發展 這一天都用電話聯繫 啥 跟電話聯繫 電話聯繫 你得儘快 你這也太著急了吧 我們 不得偏偏遠一點 你養個屁呀 你跟他可是有婚約了呀 你經常婚定下來 這才是動動不動 你現在立刻馬上 讓明天吃飯 我是個女孩子 我給她 不好 又什麼不好 這臭鬼女 你不知道現在有多擔心 你 我還沒搬過去呢 我還沒搬過去 啊 你明天有空沒 嗯 有空 我 我爺爺想請你吃飯 嗯 行 那明天 麗華酒店見啊 嗯好 還有事嗎 沒事我過了 有有有 我在那個 雲海山莊 放了行李時 希望你喜歡 雲海山莊 我還沒搬過去呢 那我待會兒 啊 好 建主 根據鑰匙上的困案解釋 我們調查到 這把鑰匙就是來自於雲海山莊 那我們就在這等著 您是生死的不重要 我更想知道 最有的恩徵 究竟是 你這個香蠻老 居然要跟蹤到我們這裡啊 嗯 我說你有病嗎 你可知道 跟蹤神殿佔什麼代價 清風 不可在我恩公門前 不是 我今日來濱海見你 就是為了讓你知難而退 而不是讓你像變態狂一樣跟蹤我 我跟你已經說過 你和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不管你怎麼樣死纏爛的 野技永遠都配不上鳳話 我糾纏 我要早知道你這麼不講理的話 我剛才就不來救你 讓他們把你打死算了 聽你的話的意思 那四大惡人是你殺的 是我 都是我殺的 怎麼了 你真的是夠 你真是夠 我實在是沒有想到你 你居然用這種方式來搏去我的關心 你這種行為 真是令我狗 我真是不知道說你善還是蠢 連這種功也敢冒利 你可知道 那四大惡人 各個都是內境巔峰 捏死你 不捏死蚂蚁一般簡單 內境巔峰 那什麼 不知者無畏 內境巔峰 吐你 吐吐狗 我知道你對我狠狠的事情心從不滿 但我希望你能夠認清現實 不要再對我有一絲的話 你我之間 絕沒有在一起的可能 我說大姐啊 你放一百個星 我對你這種苦心 我提不起一丁點的興趣 啊 啊 一個臭寶啊 他吐包子 這沒人住 燈都亮了 不必 他怎麼進去了 他怎麼進去了 店主啊 怎麼可能 我看他身上一點靈氣的波動都沒有 我看他就是個凡夫俗子 他就是替雲海山莊看家戶外的保安 這鑰匙 昨天還在 用密碼 人 你看吧 他沒有鑰匙就進去了 絕對是個看家戶外的保安 你可以 差點追報看 我們繼續在這兒等著 恩公秀 鬼點花瓣 啊 這都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們家老爺子親口說的 我們宋家的太祖 我們告訴他 葉少陽和宋子君的婚事 他保定了 並且決定明天在辦桌祖殿 宴請葉主長 啊 知道了 這幾十個瘋子 一個夢 嫁給你個槍吧 明天夜行 我等著 張少 不好了 早日出事了 我們找到他的時候 他回聲焦黑 已經沒了呼吸 接著說他是被雷劈死了 什麼 被雷劈死了 被雷劈死了 我看 去 現在就好了 雷劈 我讓他們宋家 做出的決定 衝對著 哎 車架 我 來了 哎呦 一夜閒直 哈哈哈哈 一夜閒直 哈哈哈哈 我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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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年少有為 年少有為啊 如此大才 要是做了我 松敦來的孫女婿 那是我宋家 之信啊 爺爺 您就不能收斂這樣嗎 收斂什麼 高興 不行嗎 爺爺 我看起來身體恢復不錯吧 全憑我孫女婿啊 快走快走 要是你能跟子俊進走的把婚姓定下來 到底是我更高興啊 哈哈哈哈 會不會 哎 不快 不快 只要你同意子俊這棒 沒問題 真的 我 不 怎麼樣 不怎麼樣 吃吃吃吃你媽的吃 吃什麼吃啊 老子追了子俊這麼 你他媽因為一個夢 你要把他算是別人啊 你他媽是不是老年取代呀 我去 張蝴蝶 你怎麼跟我爸說 我就這麼說怎麼樣 這個老東西 因為做了一個夢 就要把宋子杰 在別人 老子他媽追了那麼久 聽什麼 張蝴蝶 你夠了 我已經明確拒絕過你了 是你一直在騷擾我 你給我的東西 我也就還給你了 從始至終 我給你都沒有任何關係 出表大 看上去就跟我有關係 要什麼 出表大 你 夠了 鄉家這小子 今天是我送家的喜 如果就此離開 我可敬碼不休 否則 否則你媽呀否則 你是不是夢 江南商會在你們的送家 可有三十億的投資 你們送家一半的業務 都是和江南商會合作的 我爹 江南商會的成績 只能贏 你們送家 你和江南商會合作 到時候 你和鄉家 就會資金斷裂 破產 到時候你一天跟那個 你保安去見到要飯 鄉家的產業 是最有一半的業務 估計跟江南商會合作 如果收入撤資的話 什麼樣 要麼 要麼 就把鄉家 要麼 看鄉家破產 你曹家是隨地可進的 两脉羊吗 我说我撤刺 两脉质伤 两脉质伤 那就两脉质伤呗 我们江南商会收得起 你们送他收得起 臭臭居 说得起吗 你 我妈好好不考虑清楚 就他这个城市的臭屌丝 用了一些装身弄给他小鼠的骗子 就他连我张默 张纸头都配不上 他凭什么举臭居居 还有你 臭居 我劝你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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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不是你最臭的 能配不上他的 只有老子这样的材人 张纸头 你不过是家里面有点钱而已 你真把自己搬回事吗 那他就有点臭 你怎么有钱吧 我就问你 如果我跟夏业 马宋家乐的三十亿撤击 那那时候的三十亿 你送你家的 孙总 区区三十亿人 平时都比梦的 你不提到了没有 这小子居然说 他能拉出三十亿 出这个葫芦 那是三十亿 他不是什么小妇 你虽然救活了我爸 也为我们宋家清除了血水 但是 有些话你还是不要时间在脱草 不是吗 你放心吧 区区三十亿人 有三三十亿人 他这怎么让你多死了 真是给你脸了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七十亿的时间 七天的时间 如果你拿出了三十亿 不上宋家的吐鲁 但我 不算一算 你说宋子军的是什么 但如果 你要是拿不出了三十亿 你就得 你宋姓国际公元的 导贩给我 你为什么要合你 我就算不合你 这个 宋子军 那也是我 真是 真是 我 你怎么办 不放 你 你 我看谁敢走 我看谁敢走 没办法 再走 我 老初女 清晰 你是要给我转家 吃过年是吧 叶大良 这是我新东来的 就不远远 现在又是我们的孙女性 我们别敢这么念念动吧 好 好 记住今天 因为 今天是 宋家 如是转帅的时候 张家 孙子 别走 张家 三十亿的窟窿 你们怎么哭 我哭 你也太哭了 那可是三十亿的大哭 不过 叶朝阳 你真的没得到 三十个亿的自信吗 我真的 包括老师 你们去帮我整个一场 战略会 多找一千人 年龄又大 钱又多了老富豪 我呀 要拍那一样东西 很快就这么成 你别开玩笑 什么样的开玩笑 一个 一个 一字 蛤 十四个鸡 到时候竟快成功的人 能在一个本子上 开心 你这个 好 按照叶大孙说的时候 你现在以老夫的名义为证 去给江南所有的豪门世家 发请柬 就说老夫家 能力齐齐正宝 来拍一拍 分 都走 叶少阳 这一次 我爷爷可是把江南地区 所有的富豪民宿 寄过来 你这东西 到底能不能美 放心吧 别说是三十 三百 也不有人求 生死不敢命的机会 谁会不要 老宋啊 你别买棺子了 你说的绝世珍宝 究究是什么呀 居然 知道你有明解担保 也要求我们几个老家伙过来呀 啊 是啊 老宋 这也不像你的做事风格 是啊 你们几个别着急 马上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这谁这秘密啊 保护 他们宋家 也走向破路 他能拿出什么保护 张元晴 张会长 真的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 咱们回事儿 您有什么好戏看呀 你们还没知道吗 张家与宋家 与宋家 与宋家 张家 借江南商户会长之名 撤掉在宋家 三十一图子 并鼓励宋家 不是吧 宋家项目 都快收工了 张家这时候 撤资 这不是要宋家的命吗 是啊 现在张元晴又来宋家 集群的拍卖会 明显是不想给宋家 翻盘的机会呀 那这场拍卖会 可要慎重了呀 张会长这两年 已经掌赏了强大的江南集团 得罪了张家 就是得罪了江南张会 对我们都很不利啊 诸位 宋家 要借此次拍卖会 来筹集 令死江南商会 徹证 三十一字句 大家可千万要擦亮眼睛啊 也要他们宋家 于目所知 不必招造微信了 你们这次拍卖会 只有一个菜 小少将 你就是翘走我儿媳的那个小白脸啊 张会长 那也比你这个乌瓜儿子 再说了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希望您自重 孙子军 爸 我儿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不要不失抬举 找一个相当老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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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好多年都没有人在 上门井面前 说这段话 若今天 真是出神牛的话 张老板可是江南省富 手段涉及黑白两道 这些年 张老板手下的亡魂 都不止两位数人 一个普通的乡下小子 别敢瞧些张老板 真不知道死子是怎么写的吗 老宋 你这姑爷本事不小啊 连张家都敢得罪啊 是啊老宋 如今张家如日中天 你这姑爷真是可以啊 等着江南各大民宿的面 张家针锋相对 我相信 叶少阳 你叫叶少阳是吧 冰海的风浪很大 你可得小心点些 不然 年纪轻轻的 就夭着了 还没好好看看这 世间的美景 放心吧老婆 我肯定先帮你 你 插手 你走 老弟 不要跟一个死人去讲 我们走 叶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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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当心啊 放心吧 敢揉 别说是他了 就连他十八倍组织 都会有大法 爹 你看他狂妄的样子 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放心 热搜不了这天了 好 一张纸 怎么是一张纸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就是你们的绝试真宝 那宋家把我们据到这来 就是为了卖一张破纸 我相信叶少阳 对 这的确是一张碑 那花却是从生死库上的思想的 好 能让人 逆天改命 是吧 我生死库下来 笨子 你真是个笨子 别生死库 那亲死回生都说出来了 主任 我看到了 竟然 竟然 就是来耍你们的 老宋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生死库 其实鬼声都都弄出来了 是呀 老宋 这也太扯了 各位 这生死库是真是假 一世便是 生死库 同小这世间所有人的命运 在座的各位 都有人愿意上台写下自己的东西 好 能够自动写实 死人的命运 我来 老夫来试试 这纸真的是行 江明伟 韵臣 心态 这不是老江的生辰八字吗 你这七岁 五月七日 十二分二十八秒 岂不是说我只有犯的可活 老江 你还真信他这些轨迹呀 这世上 这世上真有生死库 那你应该在 你 他不是手上 他一个犯人 怎么能落他手上啊 就是 你不是说 你跟逆天改变 有生死库 好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越来越晃 送一个僵尸 十人过来 你 什么人应该改命 可以 倒可提醒你 生死库 没事 如果你的生死库真的有用 我张家 可以为此买单 对 我张家 愿意为生死库买单 但是 你敢不敢亲自示范一下呀 好 既然有人买单的 如果这生死库是真实 我要你们江南商会的送货 可以 但生死库要有假 我要你的命 你敢不敢 我有何不敢 好 有种 那就这样 对家了 还请各位 给我做个见证 放心 我等待 没有人可以誓言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好要看待 我做一切改命 来 让我给你个送来了 我要看看 你怎么为他一切改命 啊 放心吧 幸运 你死了 我看他死 还 幸运 就是他的死 你们以为找了个死人 我就没办法死 开她 她都不要 我家 她看她 要是她 哎呀 你不是要為他提前感應嗎 啊這麼久就過去了 怎麼沒有效果啊 啊你不是要為他提前感應嗎 啊這麼久就過去了 怎麼沒有效果啊 啊我起來了真的躲起來了 是不是真的真的可以改命 你看怎麼樣 身體也不是 你身體挺好的 大師求你給我改命 但是這個意義 這大師我也願意投資30個億 希望你能為我改命 還不是問題 我說 還有我 全世界大師為我改命 還有我 還有我 好說好說 各位 我們安靜 張下大人 看來這30億的頭 多大師 這幾個 拿來 這個 真的是傅 你在這兒鬥鬼 是不是必須的 不用整理他 你是 tirar的 去世的 它他們誰敢來教 老伯,我第一个不打扰 没错,今日堵面,谁也不能来的 江南商会的会长也不能来的 会长,谁能载舟,亦能等 我劝你现在就把江南商会载 送家的三十亿投资额 可不转让给叶大 所以说呢,谁能载舟,也能复仇 看见转让吧 转让,转让 呆 你少爷,记住你 你必须要�ا靼和尚 你必须要银靼和尚 我们走 子君 你今天也看到了 这个叶少阳 连僧司簿都能拿得出来 为人逆天改命 这足以看出 他背景逆天 你若能嫁给他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所以不要再想着 培养感情的事 趁早拿下 以免夜长梦多 等了子君我刚才洗澡没听见 少阳 这次拍卖会收入了五百亿 明天我安排人在你卡上 不用 这些钱啊你们送家帮我打理走 少阳 我还有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听 啊 大孙子大孙子在吗在吗 在在在在 有大孙子 你给老子烧的那盒蛋 简直威力太猛了 这奈何桥 被老子直接炸穿了 这十天阎罗 直接被老子就拿下了 这一次啊 获得了很多的战利品 什么刀红爬 周天斗镇图 还有这个诸心见证 还有好多的神仙法术 什么三十六天罡术 七十二地杀术 哎呦太多太多击不过来 你快快快快来选快来选 来来来来来 这这我有钥匙 那个五十杯子啊 哎呦 这个三十六天罗术 七十二地杀术 我全都要 还有那个周天兴 斗镇图 试魂博士 还有什么 这个你这给我 哎呀呀呀呀 好小子啊 你怎么什么都选啊 爷呀 小孩子才做 成年人 不当什么人 哈哈哈哈 好小子呀 不愧是我们老爷家的大孙子 你也别选 我把秦宝王 延龙王 两片子 美酒 神秘通法 统统地给你打包 送过去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爷爷 小意思 对了大孙子 我给你介绍了 那几个婚配微笑 跟他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嘿嘿 就还行吧 但是我跟宋家的宋子军 接触给朋友 马上听会儿 那其他俩 还有俩 哎呦爷爷 这都什么时代了 我们那流行的是 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 只能娶一个了 那这人间一天 地就是一年呀 这是人间怀孕 就是一年 那个地就过去了 三百六五年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只有一个 哪送得过来呀 其他几个 你必须给我拿下 因为我要锅子锅子 才好打理我弟子的 一万里江山的 爷爷 那那人一个人不愿意吗 什么 他们还有不愿意的 有 那个什么 租训战神 他前两天来教我贵婚 当时我们也把婚姿上 贵婚 收婚姿 是你 收婚姿 实际上 实有此理 没 爷爷现在就去吧 他们的烈烈独猎子 揪出来冲一顿 稍老子地下 谁给他们个胆子 你不要以为 爷爷怎么 爷 明明 有了葉少陽 之前我諾對你 是怕張家報復你 不懂你 不會怪我吧 不會的 真的嗎 葉少陽我再問你一遍 你真的願意娶我嗎 張總截至目前盛泰集團 永樂集團華納集團 還有國納科捷 一共二十七家合作商 都給我們發了解除合作的告知函 現在文美都在傳 我們張氏集團 被江南所有豪門世家聯手封殺 江南商會那邊 也要求撤掉您的負責委 會長 如果繼續讓這條消息發酵下去 到時候會有更多的合作商 跟我們解除合作 當那時 我們就 跟老子閉嘴 畜生 一幫的老畜生 他們為了討好葉少陽 就要把我們張家 往死路上逼 都怪你被葉少陽 都怪你被葉少陽 怎麼可能會被江南各大豪門鼓勵 必定要報 要叫葉少陽這個王八蛋死 十萬分 我去清雲散 清雲門掌門 你是要送家一霸 讓我們張家火 那讓他們不能好死 我去找你 你 我去找你 你可終於來了 爺爺 你怎麼了 這是你太爺爺 又有個夢 不僅是你太爺爺來了 而且你太太爺爺來了 太太爺爺也來了 咱們沈家的老鼓勵 全都來了 蛤 左航啊 這次真的不是爺爺不疼你 爺爺我 實在頂不住了 他們還是為了婚約的事呢 不是啦 婚約那人 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你 都晚了 你這次來找我 是讓你給那人生個孩子 什麼 讓你給那人生孩子 喂爺爺 對 是我燒料的活動 什麼 爺爺 你是說你在夢裡那獵族被封給打了 若貝 你現在也不用嫁了 你可以去給他生一個 不得不會 生兩個孩子就行 不然 爺爺我就會被褲褲阻擊了 死了以後 羅鬼轉世 爺會被人家畜生的 爺爺 我跟他無名無憤的 怎麼給他生孩子 算爺爺求求你 你難道看著 爺爺被褲褲阻擊嗎 以後被流放的畜生的 轉世 我沒有 好好好我去 我去可以了嗎 大孫子 老子已經幫你把你家的列祖列尊 收拾了一段 我想用不了多久啊 稍微微收的那個女人 就得跪著讓你給他收拾的 到時候你給我老子就教育他 什麼大事 太孫子也得當老子盡量 大孫子們快上線 快上線啊 爺爺 我現在這麼忙著呢 上不了線了 爺 爺少爺 你在說什麼 什麼爺爺 子俊你腰別輪到 我不好意思 哎呦好小子 不錯 上到了 趕緊給老子加油 給老子生太孫子 我生十個開孫子 爺先生 從今天開始 你可是我們宋家的父爺了 哈哈 啊 哈哈哈 好 那你們的婚期準備定在什麼時候 婚期那就七天後吧 十二後怎麼樣 你看什麼 你幹什麼 哦對了 公老爺呢 既然是訂婚那自當有幸福 我這也沒做主題 就拿這個當幸福 哦哦 賢哲還真有心啊 哈哈哈哈 可以啊我真沒想到 你這訂婚信我都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準備的 我都不都沒見呀 那讓你看見讓你知道了 還能叫精神 喂 子君 我聽說你這個月十二號就要跟人結婚了 真的假的 我們群里都快傳瘋了 是真的 我們都準備結婚紗了 這也太快了吧 你前兩天不都還單身了嗎 怎麼現在突然就 是挺快的 但他很好 很好 我能八卦下你的結婚對象是誰嗎 張無敵 江雲 還是 都不是 他的名字叫葉少陽 葉少陽 沒聽說過呀 是外地的豪門大少嗎 還是某個世家公子呀 嗯 都不是 他只是冰海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 但是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不是豪門 也不是世家 嗯 子君啊 你今晚有空嗎 我們一起聚聚呗 幾天後你就要結婚了 我們一起慶祝一下 你即將進入已婚生活 正好也可以把你對象帶過來 我們見見面啊 這個我得 先問問邵陽 嗯 嗯沒問題 好 那今晚 新海灣酒店就這麼說定了哈 走吧 回家 真沒想到 子君他居然會找一個普通人結婚 你說啊 能不能把他那個未婚夫約出來 我倒是很想看看 他憑什麼去送子君 江雲啊 你還不死心啊 人家都已經準備去挑婚紗了 他要是比我強 你就算了 如果沒我強 我是絕不會允許 好 君子 就是 如果他真的只是個廢物 他憑什麼去自覺 你倆真是 有好戲看喽 慢 此乃青雲盟駐地 鞋砸人等止步 我要找青雲盟掌門 青雲令 這是祖師所留的青雲令 快去禀報掌門 有人持青雲令登門 掌門 門可以戴到 你寫祖師令前 按照祖制 我青雲門可為你出手一次 說吧 想讓我青雲門幫你殺誰 離開葉家 葉少陽 離開祖師集團 宋元厚 宋東來 另外 活著 殺三人 抓一人 這可不是一個小工程 啊 是的 可以嗎 可以 但是 道長 我看青雲門有許多地方 有些老舊了 我張家想捐出五個葉 為青雲門各道館翻新一下 已傳承我龍國道教 沒有 有幾個月 你還沒有 我沒有 有幾個月 我一會兒 是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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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中身价八十還第2 所以他都在我 你的身價是多少 就是 三八五上 上不了坐了那坐哪 坐地上嗎 哈哈哈哈 教育你們什麼意思 葉山是我維護夫 自然應該說不是 哎子君 浩宇他們只是擔心你綠人不輸 替你考驗一下他吧 對 我們啊就是替你考驗一下他 是考驗一下不行嗎 畢竟啊不是什麼人 都能進我們這個圈子的 就是就是 家中資產百年 那你個人自己 你個人不是混江南哥 江哥已經接管了家中所有的產業 江家有多少市值 江哥又有多少身價 老馬 一個井地之蛙 你給他一會說身價一會說市值的 天懂嗎他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有耐心 我可以跟他慢慢進去 你聽好了 我 江雲江家大公子哈國畢 目前已完全接管我家旗下 如今名下有十二家公子 總是值過百億 你呢 你是何履 江哥 啊 那有什麼履歷啊 江南這個圈子 淡漫有點實力的 您不認識啊 就是 我看他呀 應該就是一個 連沙發都皺得起的瓶領四 你們夠了 葉少陽身上光流動資金都五百億 喝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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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億 還流動資金吧 跟著啥呢 紫君啊 五百億流動資金 我們在場所有人家裡加起來 都不得十分之一啊 你在開玩笑吧 紫君 其實你不必為他捨 我們只是幫你試探一下 這都是為了你好 對啊紫君 我們都是為了你好 你玩虛的 那就沒意思了 為我好 我玩虛的 我看今天晚上 你們記得再故意掉那葉少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天晚上聚會 就倒數 紫君 開玩笑了 他們都是在開玩笑了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我們就是開個玩笑 對啊紫君 你要是不喜歡這玩笑 就算了 別生氣 那好一把位置讓開 當葉少陽回來了 看了 你別在意 沒事 一群孩子說什麼 好了好了好了 到此為止吧 來 我們一起喝酒 來來來來來 哎 咱們開始喝酒吧 服務員 上酒 我一口水 你們今日有口福了 這兩瓶酒啊 是我爺爺 從法國伯肯地酒 特意帶回來的幾品金釀 每一瓶都價值百萬 並且有價無市 哇 江總果然大 想喝嗎 那是想喝 好 姑娘 放酒 我們 你們幹什麼呢 為什麼不給他倒酒 為什麼不給他倒酒 抱歉啊 這位小姐 哎 不是 小姐 這好酒嗎 都會挑人 要是擋刺不夠的人 喝不了 所以為了避免有些人喝不了 我就擅作主張 鄉雲 哎 沒事 反正我呢 別喝不慣著 擔心自己 這什麼酒 味道這麼香 是啊 好香啊 我光聞味道 我都有點醉了 這什麼酒呀 只是有點香味吧 並不能代表是什麼好酒 更不可能比得上 我的哥們你康子 就是 一瓶不知從哪來的雜牌酒 還想說詞 我沒你康氣 此酒啊 名為黃泉 乃是孟婆記黃泉之士 爹 一瓶不知從哪來的雜牌酒 我 香蕉 明滿三瓶 哎呦 為什麼 胡子涅 問我怎樣 可笑死我了 哎 合著 你這還是鮮酒咯 哎 兄弟 你這句話算是說對了 對 啊 這破咋玩酒 我可不吵 我也不吵 去 我倒想嘗嘗 你這酒 什麼味道那麼好 我也想嘗嘗 啊 這鮮酒最好 不能看的喲 啊 啊 這 這怎麼回事 我的胸好渣啊 莉莉你怎麼了 還好嗎 早就說不能喝砸白酒了 我沒出事 我沒出事 那你是怎麼了 我我變大了 大了 從B 變成了F 大哥 你以後就是我親哥了 這看樣子你這武器是 律師機加強 大神 我之前不應該跟江雲一起嘲笑你 都是我的錯 我为我之前所做的事 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 我也给您道歉 之前我对您拍了 你做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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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高 高 您以后在平台 能用得着小力的地方 您尽管分分 对对对对 以后您有什么事 只要您需要您 我一定满足您 好多好多 来吧 你们这次是运气好喝到了这仙子 这这肉比较得到了 哎呀 青春意 严寿十年 你的黄泉球竟有如此一种 大哥能不能让我也尝一尝 还是 你也尝一口呗 都想尝呢 我们之前啊 这周游蒙了是服劲江云的 来针对你 现在我们都改过自信了 对我们改过自信了 大人不及小一个尝我一口酒呗 我们保证 以后跟这个江云 算一遍来往 对对对 算一遍来往 你们 那就 你呢 我们根据可靠消息 叶绍阳和宋子军 现在就在新海 要不我们现在竞选 会 同志英雄师弟可以等手 是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呦 爸 这就是叶绍阳 送给我们宋家的定规信物呀 怎么就懒疑神的 我还以为 是什么 吃钱的东西 啊 这叶绍阳 连生死不都能拿得出来 他送的一定不是 送起来 哇 找到了 到了 艾尔美 哎呦 快了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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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降手 跟属哪儿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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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现机 靠不掉了 完 完了 就我们宋家的定位姓 接着三位神将 暂时还没有 云峰师兄不出手以后 就再无法 担心 云峰师兄 内进中期的大高潮 又有黑红双刹协助 对付两个河峰人 手道琴来 他现在 还没回复 可能 就在一场猎物 毕竟 宋家 好歹是个豪门世家 你们女卷 都是娇弟弟的大美女哦 的确 云峰师兄 自从修炼了 彩虹冰冰锋 就喜欢玩这种花 行 是 啊 那夜上 现在这家楼上 与他那位未婚妻 参加同事聚会 您确定了 爷爷之历 不得不走 走 给我上去吧 是 一点淫头小力 就让你们变成这只罪恋 真是香了眼 可你们这群人做兄弟 对 明明是你自己的子亲不子亲 现在还是我们 为他他未婚夫 我们和一大哥又没仇 再说了 那 是一点淫头小力吧 好 好的 那你们 我陪你们的好大哥 从今往后 别再来招呼将人 你们什么人 擋我的路 谁让你们进来的 所有人都站在园地别动 否则我弄死他 夜少啊 你的狗杀碎 好久不见 我是江云 咱们之前喝过酒 你跟这个夜少阳有仇啊 对 大仇 这个就是夜少阳 你 过来 去跪去 小子 你耳聋了吗 还不出来跪下 我走 大胆 你竟敢对我出手 你可知 我是谁 我管你试试 现在立刻给老子滚出去 不然我就把你都扔出去 不就天高地高小子 告诉你 我的青云门用户马 站在你面前的 乃青云门掌门 青云门大哥 这下完了呀 青云门 是江南第一大审派 其祖师更是江南四大宗师之一的青云建筑 叶少阳 他忍下大麻烦了 叶少阳 下了 下傻了吧 告诉你 这就是得罪我张家的向上 今天 你还有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爸妈都得死 对你混的人是我 你为何要真的叶少阳 别着急呀 你们今天 谁他妈都比不了 宋子军 赶紧就退下 把我舔书 哈 说不定啊 还能找你 行了 我必再跟他们废话 我上了 是 慢着 是 是 秦园长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叶少阳 哎 不是 你什么谁呀 看你面子 大胆 敢对建筑一记 找死 建筑 秦园长 我乃朱雀神殿殿子 叶少阳对我来说有大用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他一命 朱雀神殿 难道是作证南疆边方的朱雀神殿 居然是四大神殿之一的朱雀神殿 叶少阳他居然有这么一层背景啊 啊 怪不得 他有黄泉就这种保禄啊 朱雀殿子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是此人以上的清云令 你应该清楚 清云门的清云令代表着什么 射宽夺命 不死不休 没错 一旦被清云令标记 他就是我清云门的死敌 无论 杀之 好一个无论如何必杀之啊 那我今天我就坐在这儿看看 你是如何杀你 这个香八老 都死到零死了 还能带着他 在你面前的这位 可是清云门掌门 距离宗师仅仅半步之遥的超级高手 他想弄死你 就如一只海洋人的 叶少阳 清风他说的对 清云掌门如今 已是半步宗师 别说是你 就算是修炼有成的内进高手 也不是一和之 你现在按我说的做 我 给清云掌门道歉 或许 我可以以我是朱雀店店主的身份 保你一条性命 李若薇 你让我下跪给他道歉 你跟我开什么 叶少阳 你想在我面前保留一点自尊 但是你也要知进退啊 丢了性命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现在就按我说的字 过 给清云掌门道歉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可以保你一条性命 李若薇啊 你的好意呢 你让我心中了 现在我请你 出去 你这种不信心 我真的很过敏 叶少阳 你 定庄 我们不要管他了 他想找死 那就让他死去吧 叶少阳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那点可怜的自尊性 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了 你可死掉 也不愿意低头死 刘若薇 这不是自不自尊心的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 让你就算是死 也不愿意低头 因为这个老杂麻 他在我眼里 他啥也不是 我一个巴掌就能 你真是 无可救药 你一个巴掌按死我 真是好大的口气 租缺店主 你也看到了 是这小子自己找死 让 我会让他知道 宗师 不可辱 你这个疯子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好 算了 他死了也好 死了 我也不用给他生孩子了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清风 我们走 是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刚才要是听朱雀电子话 也许你还能保护一条 但现在你消耗自己死 这应该是我问你话 马上流域 半部宗师正好拿你来试验 我最近获得了 我心 你 我 你 好强的气息 看来是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 清云章 你哪里是什么半部宗师 分明是一位真正的武道宗师 并且是非同一般的武道宗师 还好我们刚刚没有出手 不然就惹到了一位真正的武道宗师 清风 你速将此消息 禀告给四大神兵 告诉他们准备供赢我龙国 十八位武 另外 将那叶少阳生死的消息 警告给你们 告诉你 并非是我不能救他 而是他实在招惹了武道宗师 我一无能为力 你去 是 那不是 是 我 清云们找来大敌了 岳魏祖师 彼此 罪该万死 王 你刚才不是嚣张的吗 你不是说要灭了我们 灭了凤症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敢 只要你饶了我 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饶你 那如果我今天 只是不忍的身份 你会放了我 真的要赶紧杀绝吗 哈哈哈哈 紧杀绝 你太小看我了 今天你不仅会死 你还会特别 我会安排专门的人 带你去十八十十月 带你享受一万八千种金号 什么 下游户法舌零尺 多皮肤全都给你帮你 就就是你要杀了我的担心 有什么 他突然真的把张无依的火给冲出来 他不要他不要 现在说不要 哎呀 你是谁 观似吗 也不因为 冲头 哎呀 那武部 我发誓他跟我真没什么关系 他就是我一个婚约对象 而且我俩已经退婚了 真的 你不用管 在我叶绍阳的心中 是 老婆 老婆 为什么我的右眼皮一直在狂调 难道 我让吴迪雪球 青云门 说的 我的话 这种 什么大事 我是吴迪呢 少阳啊 被那个叫叶少阳的杀害了 啥呢 他杀了我 神叔 我青云化掌门左右护法 已经云风扎了他 他们的魂灯在一刻钟之内 魂灭了 何人敢灭我青云门之柱 少阳 我先进去换婚纱 你在这等我 你可不能偷看哦 我先把你换婚纱 我只会换婚 这个 我讨厌 叶少阳 喊 说得这么人模狗样的 你怎么会在这 周科 现在这个家伙是谁 他呀 这是我跟你说过我那傻傻同学 老板让他做假账不愿意 是 後面呢就被老闆給拆除 封殺了 葉少陽 你現在破的應該很不容易吧 又沒錢又沒工作 哦 只能靠給別人當看門狗 勉強就點算錢 仲哥人在做天在看 有一天你會後悔 哦哈哈哈 我後悔葉少陽 你怕是不知道我現在的身份吧 百川集團的財務負責人 濱海宋家集團騎校最大的零部價生產 我一個月的工資呀 像你這種窮 哈哈十年都賺不到 宋氏集團騎校最大的 那小命你應該見過 宋氏集團的執行董事長 宋氏集團 那當然不僅認識 我還是宋小姐的好朋友 關係非常好 我們還一起出校長呢 是嗎 那我怎麼不知道 我跟你關係那麼好 你你是 宋氏集團的執行董裁 宋氏集團 我來陪我未婚夫 挑選婚紗 未婚夫 選婚紗 那您未婚夫在哪 他就是我未婚夫 啊 葉少爺是您未婚夫 宋小姐 您別開玩笑了 他就是一臭兩絲啊 住口 我的未婚夫 豈是你能污蔑 真是 我剛剛聽說 少爺因為不想做假賬 被你們公司開除了 而你步步高升 所以 那個假賬是你做的嗎 不 沒有 我沒有做假賬 周柯 你現在說出來 說不定 我還可以幫你寫量幾书呢 我 周柯姐 我沒事 我真的做假賬了 從中直到現在 唯公靠做假賬 他我三個是唯一的 天啊 那是我們該死的上司 只給了我三百萬的信息 說下去 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我求你一定不要放過我 我這是怎麼了 周柯 你剛說的 我已經聽見 我現在報案 你沒意見 阿扁 我求您您別 よし 打打的吧 念的你 才是會傳到事情 要征服的樓骨你 你快幫幫我 跟著 還沒有 所以我傳到 十幾個女朋友 給我的一個面子 這是 什麼算啊 周柯 算 他違法了你知不知道 就什麼算了吧 宋小姐 你你當不知道 我吧 一百萬 給你 我當不知道 拿一百萬給我 周柯 你這是把法律當玩笑呢 你知不知道 涉嫌偽造財物 你這牢 我做病 瘋狂 給你的臉 是不是 讓你撒了 你撒了 你給你的臉 不要臉 你 你跟小瘋狂 你剛才說 給你 小什麼 小 瘋狂 瘋狂 在哪裡 我 是誰的 多幾乎 你問題 多幾乎 你問題 嘉行 那他就回啦 這小鬼子 嘀嘀咕嚕的說什麼呢 這是 你知不知道 也许是饿了 吃大嘴巴去了 来叫 时间一个巴掌不够吧 巴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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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掌巴掌巴掌 好乎十年没碰上 练起硬气功来了 虚实一个内心粗细 竟然能挨老夫这么多下呀 啥这样不是硬气功 这小鬼子身上有另外一种东西 固着他呢 你们这 你们这 收 收 收 陈老哥 这小鬼子 这玩意儿是叫是什么 没错 七十年前 老不可背这玩意儿 可惨啊 哈哈哈哈 不错 我吃饱了 红扣怀抱 王为人 这种后人啊 打死算了 我不要 不要 老公 他们不会冲你来的吧 收起来 记得 老公 繁身俗体 气无外露 外在 身无半分的东西 现在我为什么都急呀 让我试试 是何筹策 哇 玄仙奏 不得无力 师祖 敌人 玄敬 以七尺之剑 斩敌头 一百零八十 以杀正道 登陵化敬 以清云山 开宗立派 至今 一百三十二甲死 世人 作为 清云剑徒 经人都见 少年宗师 来学见 三生之性 少年宗师 少年宗师 这怎么可能 身上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少年宗师 此子已到达了 反普 维尖 气体内敛的地步 这是东西之间的领域对不对 没错 此子确实是一位宗师 清云剑 全发出了剑鸣 这是遇到危机时 才会产生的自处行为 与过国重庆 齐连战船对战时 有此等的反应 究竟是什么怪物 灵域 你怎么会如此 连我和天地之间的联系 全部都斩断隔绝 确实是灵域 是灵域城市 自成虚界 这就是传说中 仙家的手段 要此次已退入仙门 哈哈哈哈 谢谢 无论这样的干事情 此次下山 老夫 我不看了 怎么 是咋了 老夫 此次 本就会学生 云海堂 这次我愈 云海堂 这次我愈 没错 前辈 我们今天来之前 已经查清楚了云海的所作所为 我们今日前来 一 二 只向您表示歉意啊 本来 秦云令 在不损道德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秦云们全力 出现一次 本来 不是我秦云轮 陪你 但现在看来 月限积累了 还行还行 这个秦云令了 那我就收拾 作为回礼 如若它是你们秦云门 有难的话 也可以求我 出手一次 诶 事先说 也是得不错 哈哈哈哈 厚称可畏 厚称可畏啊 云海之士 与我一切 咱们 哈日 再会 大孙子 在吗 爷爷 我在 爷爷 这烧狼子 怎么样 好的呢 好的呢 你对这个 西方地狱 你也准备 发兵百万 攻打这个西方地狱 爷爷 攻打西方地狱 你要去灭撒旦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老小子 叫撒旦 上一次 红尘之战 他派了一些 残老鬼将 给地府当外援 两军交战做错 被我打得 魁服成军的 所以我看他们的 震惊力不高 就想着把他们 一起打包给拿下 大孙子支持 我现在安排人 给你烧几本 几乎平坏 你去了解 对了大孙子 我给你介绍了 那几个媳妇 发展到哪一步了 还那几个 哎呦 爷爷 闹那么快 我们才见了几名 哎呦 那不行 这太慢了 才见了几名 你还等着你 跟我一块掌控地府呢 哎 着急了 我得去催促 都是一些什么党子 给我们老爷家 元席后代了 还这么默契 爷爷 你狼子没拿 爷爷 我真的没有骗你 那是叶绍阳得罪了清云长 最后就被宗师近代的 清云长辈给轰杀了 你是心眼看见 他被杀了吗 那老妹 但是在一位宗师手下 他不可能讨的 呼呼 你有没有想过 那叫叶绍阳的 他才是真正的宗师 爷爷 你是在开玩笑的 他身上 连一点灵气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宗师 你现在 赶快去冰海 找到这个叫叶绍阳 爷爷 叶绍阳 你死不死 住口 你给我传达的那个讲究 叶组叶组 差点没把我打死 还要把我头皮猝身 让我来世 变成猝身 啊 啊什么 你赶快去冰海 三天 不 两天 两天内 你必须把那个叫出 叶绍阳的给我碎了 至少 让爷爷有个交代呀 否则 爷爷就死了病了 我现在就是病了 看看那叶绍阳 到底死没死 小姐 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的婚线人像叶绍阳 那一人 可是青年门上的 现在已经死坏了 他们一直认为 是能听血战 是个血 为了抢尖衣服 和叶绍阳 结合 跟上过的假消息 若文 你好歹是 不去审定的电子 为了抢男人 请不惜算多假消息 早 今晚我们出发去冰海 我倒想看一看 叶绍阳 什么许人 净值得与我为这样子 老公 我们今天晚上 玩这么好 子军 你要不要收敛一点 收敛什么 要不到你正了 不是合法 你还想玩呢 你到底玩不玩 玩 老婆玩 那你要不要先等我去 行跑 又回来了 冰海 店主 根据四大神殿 传来的最新消息 那叶绍阳 确实没有死 那天晚上死的人 是轻银帮 怎么会如此 难道爷爷说的是真的 叶绍阳 他真的是舞蹈宗师 怎么可能啊 店主 您别忘了 他身上可是一点 灵气的波动都没有 我看 他就是有某种密宝 你借着密宝 才能反杀轻银长 轻银长 可是半步宗师级的强者 若是想靠密宝反杀 那至少 也得是宗师级别 魏力的秘宝 宗师级的魏力 那得靠浮禄 才能实现 对 店主 我看那叶绍阳身上 多半是有宗师级的浮禄 但这种浮禄 用一次少一次 一旦用完 它就什么也不是 你说的对 浮禄之流 终究只是外物 若是没有自身的修为 靠这些外物 终究会有穷尽之事 清风 我们走 我要亲自诗眼看看 看那叶绍阳 到底是不是犯人 是 这样子 那叶绍阳和滨海 宋家宋子 是 云海山庄 清风 你说叶绍阳手上的词度 特别就是这云海山庄的 对啊 店主 您这么一说 事情一下子能说通了 叶绍阳能在此当保安 那一定云海山庄主人 关火 那在这云海山庄里 能达到四大恶人们 一定是宗师自己的超级才能 一位宗师随便刻画几张 复含自己全力一击的 一路 谢谢 只是这叶绍阳真是不是好的 拿着人家救命的活路 和到别的游戏 好了 我们进去看看 是 是 是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找叶绍阳 你 你们找叶绍阳 但是怎么与你不关 你这是什么 这里是我和叶绍阳的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进来 就让我给你们这 这里是你跟叶绍阳的家 知不知道 这里是叶绍阳当保安的 还是你们家 你被骗了都自己的 叶绍阳是保安 没错 这云海山庄的主人 其实另有其人 是一位盖世无敌的补道宗室 叶绍阳只不过和人家有一点关系 还有资格在这当一名保安 你可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是错性的人 你可千万不要被人骗 是错性的人 你不知道你们从哪里跟我们的东西 这里 是叶绍阳当时救我爷爷 我爷爷送给他的 所以叶绍阳 定是林水山庄的品牌 是林水山庄 是你们宋家送给叶绍阳的 对 是我们宋家送给叶绍阳 宋大小姐 你说宋家好歹也是冰海的林文王 你作为宋家的大小姐 你情话说话 实在不值得 我说话 好了 听说 看来他也是被人蒙陷的 我们去找叶绍阳去 等等 这里 是我爹上 你们经过我同意 就往里面闯吗 你可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 我知道 你们就是朱雀神殿 我知道你还干嘛 你是不合了吗 这里是我的 我为什么不能同意 难道因为你们是朱雀神殿的人 又可以肆意的想想民宅吗 住口 这里乃是一位宗师的府邸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还敢妄言出处是你家 你叫宋子军使 尽管你是宋家的大小姐 占强占宗师的府 那也是四岁 看在你是被人蒙骗的份上 我可以替你向宗师求情 放过你 我劝你 谁要不知 好歹 听见了没 我快 不然我要你的狗命 我问你要谁的命 叶绍阳 你终于出现了 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了 叶绍阳 我们过来了 一时想看看你是否真的还活 你二次想问问你 是怎么在新云长门手里下活过来 你刚才说 你想要谁的命 我 谁刚刚不愿意让我们走 你又要回来 有个位 现在让你的手下跪下 给我 抱歉 你让我跪下 你喊道歉 叶绍阳 清风是我的贴身 这一句一句话 你让他跪下 给一个凡人道歉 我直属 你 你做梦 我 我清风绝对不能跪下 二 一心二心肺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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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清风 跪下 抱歉 抱歉 刚才是我雨晴的对不起 宋小子 天风已经造起来 这事可以了 好了 你觉得可以了 让你起来把你吃 可以了 让你起来把你吃 李晓阳我想问问 那一夜心外思杂恶 呦 是 是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想过去 我为什么要 你要是早点想过去 你这不可能愿意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还能在一起 让你做梦 无论的 你的男人 谁爱他们需要反正 你什么意思 我不就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你这种苦信女我过敏 没事赶紧嘴啊 李晓阳我能不能再走 聊什么 就三分钟 那看在我爷的面 我给你 好 那我 聊什么说吧 之前和你推婚的事 是我不对 那你放心 不用 他有别的事吗 不要吃 赶紧 不 那个 我想让你跟我生下孩子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给爷爷交 行吧 但是你需要走东西 什么 怎么当亲 怎么当亲 对啊 因为不仅替你 也要求你给我生孩子 还有其他人 所以 你得往后 不行 我可是朱雀神殿店主 我得拍前面 朱雀神殿店主 又 还有要神谷圣女 圣地圣女 我说李大战神 先来后到这种规矩你不 我 我是莫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明天下午 冰湖山高见 还不考 终于来了 冰海 雷前辈 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来 我答应过你爷爷 要护送你自己 我也正好见识一下 那位新积的东西 走吧 雷前辈 我们不直接过去吗 不用 他已经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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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友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大晚上鬼鬼祟祟祟 亏神 你误会了 我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喊你出来 否则让你家里那位看到了 多少有些故事 旅行婚约 你们是药神谷 正是 药神谷大共奉 药神谷圣女 神主啊 还真是你 你们想要旅行婚约的 大可以直接来找我 没必要理此 我药神谷联姻 与其他家不同 我药神谷乃龙国 至高圣地之一 想与我药神谷联姻 必须通过我药神谷的考核 考核 什么考核 和我药神谷联姻 天赋 实力 必不可少 所以 想要和我联姻 必须要通过我药神谷的考核才行 怎么 这是我药神谷历来的规定 那抱歉 我不敢下去 等等 你知道有多少人 排着队 你是想要负责这次考核吗 是吗 那你找他们 你 道友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是我药神谷历来的标准 希望你能遵守 你说的对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但是这次婚约 不是我求着你们药神谷 而是你们药神谷的列祖列宗 求着我爷爷才定下 直到现在 还跟我说什么历来的标准 要我做什么 我为药神谷的大供奉 我有权代表药神谷 既然你不想要考核 那么今天考核可以作废 但你要过我这一关 过你 对 可敢一战 领域前辈 有何不可死 正好 我也没和宗师对折 好 天外一战 所有 去 天外 这是领域 不对 我与天地间的联系都被斩断了 我宗师进的天然和音 竟然施展不了 这不是领域 这是炼虚城时候 我隔绝天地法则的虚戒 竟然已经踏入了这一步自称虚戒 领域前辈 自称虚戒乃是传说中的仙家手段 是天下宗师所追求的极道境界 便寻古迹没有几人 他怎么能 极道境界 这也能称为是极道 那现在看看呢 法相 法相天地 这是法相天地 我身材会有的仙法 法相天地 正神 刚刚不是说要与我一战 来吧 让我看看宗师是何等事 不 不敢 晚辈灵域刚刚冲撞了前辈 罪该万死往前辈宽恕 那现在 还要考虑 这个市场 没有人有几个考虑的名字 你呢 我 你你你你你 这药神谷的圣女怎么吃个结巴 早知道让我爷爷退婚了 别退婚 我不是结巴 我们现在就去结婚吧 这么婚事我答应了 啥 谁要跟你结婚 我们只是有婚约 都不认识 有婚约还不够吗 不够 你已经来晚了 不悠了 我知道 没关系 我可以坐下 真的 让我跟着你了 你家里也逼你了 嗯 我爷爷在家急得都上吊了 我之前在闭关 现在才出国 后天下午 后天下午这个地址 为什么是后天下午 不可以是明天下午吗 因为明天下午已经有人预约了 你来晚了 坐吧 啊 哎呦 老公你回来啊 回来啊 这次又是哪个圣女 哪个女战神啊 不是那个就要身骨 我们就 还记住 odor 因为 别担心了 爷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了 说要跟别人家留活路 哦 所以你就好好完成一夜 给你的任务就好了 但是你在外面叫多少量 你在我这里必须是双倍 因为我才是你的正气 老婆 别说是双倍 十倍咱都没问题 只要你都考虑 你怎么会欺负人 你是风筝 我就是个烦恼 老婆 其实烦恼 怎么回头 老婆 你为什么穿着这样 这是我要神谷圣女的嫁衣 我作为要神谷的圣女 和你第一次绿 在 没事你还穿着 这是啥呀 这是我要神谷的特别人 你用了以后会更运给你 哈哈哈不用不用不用 我用不上去 哈哈哈不用的话 万一这次我们没中 不要 别说用这个 我就算不 那那好吧 那那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吧 都 啊 啊 叶少阳 要不今晚你就别回来了吧 那那么小 子军还在家等着我呢 回去以后我还 妈的 我现在怎么有种生育机器的感觉了 爷爷 这都怪你 那那个叶少阳 如果这次我怀上了 以后我呢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拜拜 来 没问题 还得去赶下一场 老公 明天我们的婚礼 我想穿着鼓点一点 好 可以 嗯 大孙子 在吗 爷爷 干嘛 大孙子 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那就先听好消息 好消息 就是爷爷成功的灭掉殷天子 登基成为新帝了 我爷爷太牛逼了吧 那 坏消息 就是这个地藏网 告状了天庭 天庭现在准备出兵了 你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了 天庭已经派遣了三路 想 我已经在想办法 给他们终选了 那爷爷你快点终选嘛 那我们这个实力 扛不住天庭啊 我是在跟他们终选 但是得征求你的动作 我同意 我肯定同意 你别让他们抓我就行 好 大孙子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这天庭 给了我一个选择 让你去 跟天庭同意 这样 两届这个战事就会避免了 然后他们也就不会抓你 啊 不懂啊 哎 爷爷 我怎么感觉你在套路 我怎么可能套路你那臭小子 也得了便宜卖乖 现在快听我个答复 能存的话 我就让他们去找你了 他们 还不止一个人 爷爷现在登基了 这各方实力都拉拢爷爷 就连西天 都想送一个菩萨 你是爷爷三代中 所以 这些重担 落在你街上 好了大孙子 这些事 我先替你答应了 爷爷 我还想回来 我的身 我 你风雨来了 都到床上了 还这副冷冰冰的雨季 我待会让你好看 嗯 我来了 我自己拖那种事 都应该有女孩吗 那谁来都一样啊 大姐能不能快点不行 我是第一次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姑奶 你就别不好意思 那后面一群人排着队呢能不能快点 你什么你逗不逗 你逗不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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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father 探索 叶少阳你不等一下 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 咱俩就是为了完成我爷的任务吧 只是爷爷的任务 你 filsadores 你高高在上的朱雀店主 滚 老公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你闷闷不乐的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爷爷 又给我少了一堆脸影的粉丝 啊 怎么用 我爷爷呢 已经在地宝里面登机成列 我之前一直瞒着你 是因为我爷爷在地府里造福 这三界之中有很多的敌人 是不怕暴露 所以才一直没告诉 想必你家的老祖祖 在托梦的时候 也没戏说此事 确实没有 他们就是说 让我早早嫁给你 说你是未来真龙 原来 是因为这个 我爷爷呢已经在地 风机成定 和天庭上的天地 哦 我明白了 就像朱雀店主 还有药神主圣子一样的那种 好吧 反正我一个人也承受不住 那就送你 但是你的正妻 就只能有我一个 老婆 老婆 你就放心吧 自打我爷爷其实只说 无论我是烧名币 还烧火线 还烧盒蛋 都有你的帮 所以呢 我爷爷在地府里面的造反中 也有 你的一份 那 我明天不见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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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